為甚麼大家說十二代以後的皇冠 都不叫皇冠 歡迎收看熱架 今天試的是豐田的第16代的皇冠 第16代 哇塞這個車非常的長青 可是我們試的是一台Crossover的車型 它的底盤比Camry略高了7公分 這一台的動力是2.5升的Hybrid版本 縱效馬力有230出頭P 最迷人的是它的平均油耗可以達到22.4公里 二話不說我們先切入運動模式 那這個TNGA的GAK平台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我們也試過幾次 包括Camry這個2850左右的軸距 前脈花城後多連桿 那他們是說雙A倍 那其實是多連桿 一上路你就會發現這個車真的很窄 四平八穩 然後它配的是19吋 相對的扁平比達到55 所以這個一般的濾震的質感做得非常的好 只有在某些坑洞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 咚咚 擊鼓的感覺 但大部分的時候 這個車是非常的安靜 這個轉向四平八穩 就是Lexus一派高級車的感覺 但是它又不會太軟太晃 然後我們開始 喔喔喔喔 其實我速度沒有很快 所以這個Toyota這個輪胎 並不是性輪胎 你稍微快一點點的速度 它這個輪胎就會開始發出哀嚎 剛剛一路上來 稍微加幀油門 它的引擎就開始參與運轉 那關於這個Toyota THS第三代的混動系統 必須說啦 我真的太佩服他們 這整個結構的邏輯思維 它應該是當今這個地球上 目前最聰明 最高效 相對於很複雜的一套混合動力系統 簡單來講就是 它是一具2.5升的 這個Dynamic Force的四缸引擎 它的熱效率超過40% 那這個引擎跟所謂的行星齒輪 這個動力分配機構之間 它有一個單向的離合器 那跟引擎的這個輸出軸 同軸的有一個所謂的MG-1的電機 那它主要是用來充電的 然後透過這個行星齒輪組 包括這個太陽輪、行星輪、行星架 還有包括它的外圈的這個齒輪框 分別連接引擎的曲軸 MG-1跟MG-2 那就是透過這樣子的分配 它在可以用電的時候 盡量就不要用油 那你電不夠的時候 引擎啟動去幫你充電 或者透過動能的回收來幫你充電 當你需要多一點點動力 或者說符合它認為高效運轉的區間的時候 引擎會以大概2000轉到4000轉左右的轉速 參與運轉跟驅動 可是這個時候的驅動 它會隨著這個電機轉速的調整 讓你的車速變快 但是引擎的轉速卻不會有顯著的變化 那當你全油門或者高速需要再加速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不是這個內燃機的強項了 所以在必要的情況下 內燃機只會在它最高效的轉速域運轉 然後必要的時候 這個MG-1平時負責充電的回充的這個電機 它也參與驅動 於是就有了這個大概234匹左右的最大中效馬力 可是必須說就是它不會像我們平常開性能車 配個8ET或者是DCT的變速箱 那樣很直接的加速感 畢竟這個ECVT它在轉減速的過程中 其實還是比較天柔順的 那關於這個豐田混合動力 它的很多精妙的地方 其實你們可以看看我們之前那支影片 豐田跟本田的混動哪加強 簡單講結論 本田的混動呢 它高速引擎是可以直接驅動 電機不驅動 那豐田它的這個驅動機構 不管跟引擎跟電機 永遠它都是在結合的狀態 所以即便只是電機在驅動 它上面這個行星齒輪組還是在空轉 會浪費一點點動的 那再來看看 為什麼大家說12代以後的皇冠 都不叫皇冠 走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為什麼很多人說12代之後再無皇冠 其實12代是我個人認為我最喜歡的一代皇冠 重置引擎後輪驅動 V6 2.5升 然後它在這個古典之間又融入了很多現代 後來的皇冠越來越像 Mark 10那種風格 所以導致它的定位模糊 所以在15代之後 要發表16代之前 豐田把它整個定位重新做了梳理 所以於是才有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KROM 現代化的KROM 它的定位介於Toyota跟Lexus之間 但是它用更誇張的這個造型 而且它不走傳統的這個轎車的風格 貫穿式的這個LED燈 大嘴的這個前臉 包括那個車尾也是貫穿式的尾燈 跟它呼應 然後Course Over相對它有更高的車身 離地高也稍微高一點點 車子空間相當的充足 然後坐進車內 它也不像Lexus那麼豪華或者花俏 它保留了更多的實體按鍵 那配備了兩塊12.3吋的這個觸摸品 整體的質感確實是比一般的Toyota 要好上不少 那今天快速的跟大家分享 這個全新的KROM 那其實我們更期待它之後 要推出的這個2.4T的 Hybrid Max的版本 349匹馬力 0到100 只要5.8秒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好好分享 好 今天的試乘就到這邊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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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